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H&N 我們上次有多了一集在Domingo 還有 再之前竟然有一個 有人真的看我們的 不要這麼說 沒有人抽 對 因為有很多人看我們 第一個是外國人 海外的朋友 聽完之後就以為我們是韓國人 我們不知道誰像誰 來吧 你們像什麼 那個呢? 元彬 不知道 什麼呢? Hunger Games 那個 是不是Hunger Games? 不是 Hunger Games? Running Man 不是 Running Man 那個有喪屍的那個 喪屍的那一部 C春仰 不是 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那個 Anyway 不要太深究了 要是元不一 要是恐流那些 一定是那些人的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Anyway 今天又會做多一集的比較 終於是女歌手 Yeah 我們上次聽到兩個都是歌王 我們這次也要做一些歌後的比較 就是著名的女高音 Jones Sutherland 我們就要聽聽一首很有名的歌曲 叫Semper Libria 就是來自茶花旅 我們一開始就要聽一首 1963年的錄音 這麼快? 大吉的歌曲 大吉的歌曲 大吉祠 大吉祠 你不是ерг著 什麼歌曲 你不是在這時 升級的歌曲 那 dij香 你不是很恐怖 不是 歌曲 不讓你 歌曲 不讓你 不讓你 歌曲 不讓你 啊~~、啊~~、啊~~、啊~~ 他大概37歲,不是特別年輕 其實開始是mature的年齡 你聽完後,你覺得怎樣呢 當然它是很神奇的 它的聲音本身是很激烈的 但它又有很輕鬆的角色 因為它是很激烈的 你看它的節奏很快 很厲害 還有我一點點不知道怎麼拍 我什麼像Crispy拍的 不是 簡直可以 很脆的 很清脆 很準的音 對 感覺很輕快 對 很輕快 而且它的技術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是37歲的Jong Sutherland 唱一唱到這邊 就是一個花腔必唱的曲目 很曬得它那種 又快又準的特色 接著我們一飛 這就是它53歲1979年的一個現場的錄音 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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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inho 和他們一起演唱的 這首歌 是 很特別的出力 我第一次發現 而且很嚇了一跳 因為現在通常一聽就是啊 不是,是DBA 對,DBA 不是DBA 不是短音的 我和我找過 因為他同年出了一個Studio Recording 就是和Pavarotti 也是1979年 他也是這樣唱的 這一年是 也是當野口那樣唱的 真的 真的 哈哈哈哈 所以一個非常特別的演繹 那先不說這個 說回剛才我們聽到的小段 你又覺得怎樣呢 跟他37歲的時候比 已經隔了十幾年了 嗯 首先那個Tempo人性一點 因為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快 這個雖然也是快 不過這個是平時聽到 你其他Soprano 都大概是這個Tempo 嗯嗯嗯 那些高音的上是慢了一點點的 嗯 好像要多一點 Prep才上去 當然要大上去就很漂亮了 嗯 對,這樣 我覺得 最大的不同 剛才我講的Crispy 他形容 他這個就開始是 Dramatic 多一點了 一開始來 即是那個 一開始聽到那個 嗯 即是沒有那麼 嘟嘟嘟嘟 雖然他後面也有翻譯嘟嘟嘟嘟 但是之前那一段 就是Full Voice多一點 是的 用多一點時間去唱出來 即是之前那個 可能因為那個Tempo 選擇那個Tempo 所以就未必做到這個效果 但是這個就開始是感受到 把聲多一點出來 對,真的有種 不單是Lyrical 或者花香的那種 都是有Power 所以是Dramatic Colorture 是的 很少見的 當然後面那個演繹 也是真的 我不會說嚇了一跳 真的一個Surprise 的確是 那真的沒有聽過 沒有遇到我 我也沒有聽過 因為其他人都沒有試過這樣做 因為這個實際是改了這份譜 這份譜寫是 dada 你會喜歡什麼的 老實說 就是聽好聽慣的 就是這個 我覺得我會喜歡平時那種 這真的是一聽要 怎麼洗腦 就是一聽就覺得 nghĩ if not 實際上你覺得哪一aze 其實我覺得是短音較容易 是的 我覺得 是的 不是 可能我個人覺得短音是 但我不知道 給它dramatic 應該是長音比較容易 dramatic soprano其實是 那個getter的power 接著 它給一把聲去ring 但一些軟一點的 soprano 它們快音跳音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可能對它來說 不知道 它的聲音那麼agile 其實我覺得兩樣對它來說都沒什麼分別 但是正常 如果是Heavy的聲音 長音是比較容易唱的 但短短的聲音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我不肯定是這個recording scene 還是剛才我跟Pavarotti的recording scene 但也很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年份它是有心去這樣唱的 不是說它戲弄之所致 但是在這個年份是這樣唱的 後來聽 之後才聽的那個recording 都已經變回 就變回了 所以是有心去這樣做的 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可能就是要 就訪問不到它了 因為已經 不是的 訪問她的老公 因為這個recording 剛才聽到的那個recording是她的老公子的 當然我剛才提及 和Pavarotti的那個recording 都是她的老公子的 我們都知道其實她 所以她的老公可以由她 因為她知道其實她的老公 對於她的事業是很大的影響力 她也可以說是帶著中心能 去指導她去成長的 所以肯定是她們兩個是有吸引的 和其他指揮就不讓她亂來的 所以自己的老公就說 喂 我想聰明這樣 但是後來我們聽這個recording 就是1988年 即是她這個9年之後 她已經62歲 我們聽聽62歲中十五年 怎樣的聲音 啊 這就是一個現場的錄音 其實是一個幫聯合國的演出 整個計劃都整個小時 這段就屬於比較前的一個表演 好像偷錄一樣 很沙 錄音的質素當然是差一點 但是你覺得六十多歲的鐘是分得 你會不會好像是 我有希望了 我有希望了 我唱了幾多幾十年了 當然不知道 他可能是天生異品 六十多歲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完全沒有疲態 因為其實真的很需求 這些歌曲 一定要保持著很輕鬆 很輕鬆 但是很強勁 所以是很厲害 但是我感覺是 無可避免 聲音是再有一點點 哇 開始有了 而且他的低音是更加堅實 有幾下 剛剛才看到 下肩膀的位置 我覺得對比起之前的錄音 是更厚 質感更強 那整個聲音都厚了很多 對 即是他三十七歲的時候 感覺好像二十幾歲 嗯 他不像是那些慈熟的 其實我不太熟悉他的職業 但是三十七歲聽到聲音很新鮮 很二十幾歲 所以這個真的成熟了很多 而且在長音的時候 那些震音是你感覺到 開始有些 哇 即是開始大力的那些 年紀大 就是會開始出現這些 Worbling 的問題 嗯嗯嗯 但無論如何 他唱功始終是一流 當然 其實有功應 他唱到多少歲 這個我都要查一下 對 對 所以 我們做了一集 Jones Souvenir的經典 其實 這個 是因為有位朋友 對 我們的訂閱者 對 他的要求 想做Jones Souvenir 好 我們回應了大家的要求 所以 如果大家想做到聲音的時候 我們都會盡量回應大家的訴求 所以在下面留言 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我們在說話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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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謝我們的訂閱者 的提示 他說 要聽Jones Souvenir 我們就馬上做一集 Jones Souvenir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想聽 有誰想我們比較一下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就給個like 或者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嗯 我們今天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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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